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蔡总维宏在上一个周末 可以说是走了非常多的行程 昨天她和陈其迈 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同框 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其实盖了蛮久的 花了也非常多的钱 那昨天终于有一个开幕式 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部部长李永德 他还献上一个大礼 他说明年的金曲奖 要在这里举行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金曲奖明年也在高雄举办 此外一出最好 还有金马奖在这里举办的话 金马不归文化部了 那个是执委会的事情 这个会是 金钟先来金钟可以来金钟 你可以看到昨天 陈其迈看起来意气风发 这个除了金曲奖之外 李永德说金曲奖明年会移师到高雄来 他觉得可能野心很大 他说最好最好金马奖也来 当场被我们的主持人纠正 FIX 他说没有没有 金马奖是有一个执委会 这个不是文化部管的 不归文化部官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个很盛大的一个开幕式的背后 其实是用钱堆积起来的 花了70亿盖的 而且花了至少10年 中间有很多的分叠 这个外观高流 你可以看到外观非常好看 他是聘请西班牙的建筑师团队来设计的 可是很可惜的 美中不足的是 目前的招商进度 有点慢 这有点落差 只有14% 这个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商人进来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可是有没有可能只有硬体 里头空空 会不会是这样子 蔡总统昨天去的时候还说 我们现在有发这个五倍券 你可以拿五倍券 去买一些票 进去看一些艺术的表演 他说未来在海景第一排欣赏音乐 会成为南台湾的日常 那画出来的 这个破画出来的原景 看起来很美好 可是实际上的高雄是怎么样 我们必须讲 我们不是在唱衰 也不是说在浇冷水 我们来看看高雄的日常 或是高雄的现况是什么 高雄的现况是什么 10月23号其实有很多 必须讲社会上的案件超多的 很多 可是高雄怎么特别多 10月23号有枪击 然后10月26号一样 蹦蹦蹦蹦蹦 10月29号凤山区也一样 又有枪击案 所以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在说吗 高雄已经变成新的庆祭之都了 那还有一些 这个社会关注的议题 怎么这么巧 刚刚好都发生在歌雄 像是凤山的脱婴中心的虐婴案 还有人武的脱婴致死案 那时候社会上有很多人在关注 以及当然我们讲了很久 我们新闻大白话已经讲了两个礼拜的城中城大火案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公安意外 跟公安事件 已经落幕了吗 该陈储的人也都陈储完了吗 我们必须讲 这个以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因为其实大概只有很少的媒体在追这个案子 两个局长下台就game over了吗 就继续这个不需要再就责了吗 这是责任到底谁担呢 我们先看看民进党立援党团 他可能有听到很多人 希望陈其迈能够把当年 他对这个胡志强的标准 也用在他自己身上 所谓的回力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立援党团 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就说拜托一下 当年在新北的八仙乐园城报 你朱立伦也没有下台 那你干嘛一直说我们 那这个八仙城报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悲剧 那有15个人不幸死亡 400多人受伤 那他们就会说 你们现在国民党团 要求陈其迈下台有得力吗 可是这个如果说 你像小朋友吵架一样说 你昨天把我咬了一个伤口 今天你要回我什么 这个就没意思了 我们只是用陈其迈当年 当年要求胡志强 在阿拉夜店大火 那时候他对胡志强 到底死多少人你才要下台 那样的标准来要求 陈其迈市长 陈其迈今天有最新回应 他说考机会会公布陈楚名单 我们昨天上个礼拜五 不是给大家看的那一本 所谓行政的这个陈楚 行政的调查报告吗 他说他会公布陈楚名单 所有的责任将由我来承担 怎么承担我是不知道 他没有细讲 前置因为这个高流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台北有个北流 这两个都非常的糟糕 你刚刚讲高流花了70亿 北流花了60亿 也好不到哪里去 观众们也要特别注意说 他不是一次性的支出 像之前那个台中歌剧院 我们盖了43亿 每年要花4亿5000万去维护他 那是台中歌剧院 我不晓得这个北流跟高流 一年要花多少钱去那个 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蔡总统我去参加 蔡总统我去致辞 这个还有一些活动这样子 陈忠诚的大伙 吊咽五分钟 公计两分钟 我想问蔡总统 你去高流待几分钟 你的行情就是吊咽五分钟 公计两分钟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陈忠诚的朋友而言 我不晓得 要怎么 但前提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好 我特别表扬联合报的标题 究责之火烧不到城中城 是这个城 是陈其脉的城 这也非常有巧思 这个城中城 但是前提你刚讲这个 我也一直听不懂 陈其脉今天有说明 我把置放他 他说所有的责难我来承担 那两个局长下台保护市长 那你到底是承担什么 因为从10月14这个大伙到现在 我看不出来这个承担 陈其脉你到底你做的什么 你嘴巴一直讲我检讨 我绝对不会回避什么 我没有看到陈其脉动作是什么 就一个民选的市长而已 你的承担这一件事情 就是下台 我不晓得刘思芳委员是在干嘛 他之前是推给韩国瑜 韩国瑜也当了一年多的高雄市长 现在又推给朱立伦 我要告诉刘思芳委员 你不要再帮倒忙了 你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在干嘛 你不要再扮演这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猪队友的角色 然后把他讲成这样子 至于蔡总统讲说什么 高雄的朋友 都在海警第一排来听乐 我要告诉蔡总统 如果景气这么差 高雄的市民这边谁有钱 谁有那个新情绪 海警第一排听音乐 我是不相信 因为前提这种东西 很抱歉 因为前提我们但是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文化跟音乐的素援 我真的不晓得这种60亿的北流 70亿的高流 40几亿的歌剧院 那个是我绝对不会去的地方 我们敢有那个行情 然后每年都要这样去维护他的资助什么的 我们现在刚刚讲这个 我讲我也会接受大批 因为我认为这个就是放烟火的工作 我们前前那个国庆的烟火 也是在那边放 也就在高流在旁边放 你做这些东西 我的意思说我们其他的 就是我们的百工百业 我们跟得上吗 跟得上吗 五千人的表演场所 没关系 观众譬如你现在把我破评都没关系 我们就等一年之后 因为昨天开幕 我们等一年之后来看看说 这个高流跟北流 最后营运变什么样子 是 惠文因为他有时候闲暇 喜欢打打电动 搞不好那个电竞的活动 可以办在里面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因为我也担心他变成文子館 必须讲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土虽然有附了 可是我觉得不够大 其实我觉得高流蛮漂亮的 很漂亮 他是西班牙设计 团队设计的 他晚上打光下去 有没有 骨验气势都出来 后面叫爱河湾 旁边也还有捷运 然后我告诉你 刚刚学长告诉你 70亿12年打造对不对 70亿 不是7亿 你知道吗 刚刚已经宣布开幕 营运在即 他整个里面的这些展馆 跟出租招商多少你知道吗 14% 对 连两成都不到 然后你到处转弯都可以看到 S-CAT的咖啡店 有去问 他都不要 真的 都没有 所以我看我现在担心两个人 一个人叫陈志忠 Starbox 我们就广告再讲 我们不要讲 知名的咖啡店 都对进住兴趣缺缺 为什么 连一个咖啡店 不看好 不看好 北流60亿高流70亿都很多 但是问题是北流跟高流 谁比较会可能成功 我觉得北流的机会可能大一点 因为北流旁边有一个南港的展览馆站 高铁能直接到 所以南南北往的这些 主要我觉得表演没有问题 因为不管是流行音乐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展演 他都希望有个表演的舞台 但问题是你要 观众要能够到 你要方便他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高雄我真的没那么熟 只是说你知道这个14%的招商 是谁讲的吗 是陈志忠在高雄市议会 他在洗臉 你这样漏掉 我就替陈志忠担心 没有台湾价值 另外一个人是黄子焦 焦哥 我刚刚也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他当场其实 我看到有媒体报的时候 他善意提醒 他等于是打脸 陈志忠的 你一直在说什么 那金马 对不对 那是金马执委会 你没看到 你不认识李安 你不认识侯孝璇 不是你用得说有就有 直接讲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 明年金曲獎 金马獎你都要来 明年陈志忠还在 我以为他是事情处理完以后 他会自己下来了 他说他会承担 他说他会承担 可是照你右下角 左下角都矛盾了 右下角说要承担 左下角这边讲说 明年希望可以金马獎来 所以显然他明年的时候 还是要以市长的身份 欢迎金马獎 所以陈志忠没有要下台 原来我到今天终于 我看看你装傻 没有 是陈志忠自己讲的 左下右下都看完 再看右上 導播我们拍下右上 刘世芳 前高雄市的副市长 他今天点朱立倫 对不起朱立倫 朱立倫也不是我的亲戚 朱立倫 他在八仙城暴的時候 也被鞭到死 侯友宜也被骂 就没有办法出那么大事情 但我只讲一件事情 我没有说这个东西好 朱立倫当时跟侯友宜 他们有没有叫胡志强下台 朱立倫跟侯友宜 有没有讲说 縣市长只要出现了 这种八个人九个人 你就应该下台了 监察院不用掉 有沒有 没有 陈志忠你自己讲 阿拉业店九个人 你就应该下台了 这鞭地成吉麦标准 不是我黄湾标准 所以你觉得成吉麦取秋 不是嘴秋 今天你一个人跟大家讲 我们每天运动 我身体好 我认识一个人叫王玉琪 忙一个每天跑步 王玉琪每天都不跑步 他说我从来不运动 因为吃肉不代表我会怎么样 运动不代表我会更健康 所以重复运动 就有一天突然跑步的时候 危害你都不运动的时候 你主张不运动的人 你为什么叫我运动 你主张19个人 市长就跟下台的人 是成吉麦 这个标准不是别人标准 是你自己的标准 所以你今天不下台这件事情 你不用跟我负责 你是不是不用跟别人负责 你跟你自己负责 你要有个说法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搞了吧 已经从城中城的火灾 到现在这么久了 你到底是要抚 什么借的你现在没说 你到底是负什么责任 还是说我两个局局长下来以后 我再砍一个副市长 好了 谢谢了 好 谢谢大家了 OK 你总要有一个结论 你拖到现在 你还是没有个结论 你会负责到底什么意思 我没有要避成吉麦下台 我也知道他不会下台 我甚至讲 就当他现在下台明年 他可能还是悬得上 但问题是你那一个事情 你没有过 那一关卡在那边 他跳针了 大家一直在想说 一个叫胡志强19个人 应该下台 不用管监察院调查 也不用管别人有没有弹劳你 都应该下台的成吉麦 现在事情回到自己身上了 回力标 你到底该怎么说 他现在的想法跟做法很清楚 就是用时间拖过去 反正以后没有人讨论 就没这个事了 而且如果没有人继续追 这个标准是他自己定的 没有人继续追 没有人继续探究 他所谓的负责 他所谓的承担 到底怎么承担 他讲得太模糊了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现在会不会很后悔 他当年干嘛要求胡志强要下台 他现在应该在家里面很后悔 应该还是 如同韦翰刚刚分析的 我认为陈吉麦 是会逃过这一次的 这次陈中城的责难 当然没有办法 就如同严亲彪 我们待会下面会提到彪哥讲的 现在每天都他们的 彪哥哪下我们讲那么多 他讲一句我就懂了 真的 媒体都他们的 我不是 极少数 极少数 前置你看这个是高雄的警方 到台南去攻天 当然警方就是因为嫌犯拒捕 是 这个是台中 这个是新北 北中南 应该是北中南 因为重要的程度是台南 这个比较严重 北中南都有枪 对 这就是我们社会 这也是以前 以前我们说 当时警政署长 都已经跑到高雄 因为那时候韩国瑜是高雄市长 高雄一个直播组之乱 然后大家就 林列政部次长也要下去刷保一下 到这个地步了 可是你今天回来看 陈中城这个大火 包括我刚刚特别讲 我很抱歉 蔡总统 我就是这样比较的 就是你怎么去慰问陈中城的家属 然后你去高雄去捡彩 然后你说可以在海警低牌看你 因为其实我很抱歉的是 在国庆 国庆是10月10号 国庆之后 10月14日发生这个陈中城的大火 蔡总统你提醒我们说 我们国庆的烟火也在这边办 可是国庆烟火之后的陈中城大火 蔡总统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忘了 还是你不愿意提起来 然后这样子就让陈其迈过关 牵制我是非常非常的不甘愿 所以你就 你对韦翰讲没错 他连预告说我就是不下台 而且我还要再连任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 政治上的现实是这样子 可是我相信高雄 不是每个高雄的朋友 因为韩国瑜他竟然能够在2018 能够赢成其慢15万 那个其实我这样讲很抱歉 就2018到现在2021 甚至到明年2022 这个四年的期间 蔡总统你也每天这样观察 我们台湾的政治经济 你觉得高雄有变吗 如果2018 韩国瑜讲高雄又老又穷 经过他一年多 包括陈其迈一年 就是韩国瑜一年半 高雄有变吗 我讲句很不客气 还不是一样又老又穷 一个高雄70年 你到高雄就脱胎 抗胎股 其实是没有 所以你说2022 国民党真的一点机会 都没有吗 不见得 刚才会问我说 高雄有没有变 从2018年到现在三年 其实我说不上来有没有变 可是我唯一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媒体讨论度 媒体的关注力 下降非常非常多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对